去到B3的部份 B3的部份指,今次老闆带了一个资产进去公司 这个也是在初阶会计中经常考的 老闆带了某某的资产进来 这个资产不是全新买过,是两年前已经买入 而一个专业的股价师估算了Fair Value公运值 发现是Higher Than Its Cost 即是说公运值比当初买入的成本更加高 现在的问题是,现在带这些照片进入公司 这一刻应该如何做个Valuation 先讲答案后做解释 先讲答案,答案是会取回Fair Value公运值 即是由专业的股价师评估出来的价值 而对应着的概念是用了什么呢?就是目标性 相信这个Item 3 可能是跟我做下去的时候疑问比较大的一项 其中一个常见问题是,为何不是根据Historical Cost 即是两年前买入的价钱 这里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Historical Cost通常的应用是说 我们买一些资产回来,或者付费用出去的时候 会根据当初付出的价钱 或者一个Agreed Price以定价格去做 但其实它是说是以公司的身份去进行这件事 就是跟那个Agreed Price 什么意思呢? 这次来说,两年前买入的那个是不是公司来的? 不是的,是老板自己买入 所以对公司来说,两年前其实没有任何交易发生过 那两年前那一部Equipment是什么价钱呢? 对公司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今天,即是在这一刻去想 我有一个设备走到公司那里 成为公司的Assess 如果现在我拿着那张收据去看回 两年前买这个数值的时候 可不可以落这个数值下去的Financial Statement? 不是,那不是一个准确的做法 因为今天的价值可能不同了 而公司是在今天这一刻才开始有这一块资产 所以对公司的问题就是 在今天的这一刻,题目没有设备 就是在today的时候,究竟这块资产应该值多少钱呢? 如果是老板自己随便说个数据 作出来给他,就不公道了 那是他任你说,你就很容易报大数 所以他为了公平起见 为了有一个公运的反应 我们就找了一个专业的股价师 Professional Valuer 去做一个估值 由一个第三方,third party 去做一个专业的估算的时候 这个数字就是一个相对公平 公运地反映这个equipment 价值的数字 我们称之为fair value 中文会译作公运值 有部分的盲线会译作公平值 这个数值就可以反映到公司的价值 而对应的accounting concept 你可以看看其实我们有什么选择呢? 虽然题目没有说每一个答案里面只能够用一个concept 或者它没有重复 但如果你逐个去考虑一下的时候 business entity 说什么? 公司和个人是分开的 这个就不符合我们现在说 选择什么价值的问题 Going Concern 刚才用了 Historial Course 刚才上一段片解释过 Prudence 说是在1月时用了 其实你发现剩下的选择就是objectivity 客观性 而什么叫objectivity 客观性? 是说当我们做一些会计的估算 入数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unbiased 中文叫做不偏不倚 公正的approach 去做一个估计或量度 如果解释多些什么叫unbiased 就是不同的人 例如不同的股价师 他们去做一个估值的时候 都会得出一个相同或很相接近的结果 这个就是unbiased estimation 公运的估值 所以对应这条题目里 4 会是用Fair Value 公运值 而对应的principle就是objectivity